世界脈動 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聞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靠您對澳洲留學移民投資有興趣嗎 歡迎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你就可以取得我們最新的澳洲情報 好我們今天又邀請到了歐培局的Jerry Jerry跟大家問個好 大家好我是Jerry 好的Jerry 那我們今天好像有蠻多信息 好像花非常多時間 所以我也不浪費大家時間 再問那些什麼腰斬不腰斬的事情 就直接讓你來播報 你要跟大家講 今天大概是要講什麼東西 今天其實也是臨時插播 因為其實原本我要講的東西 真的要腰斬了嗎 臨時插播 是有東西要腰斬 好 有東西要腰斬 OK 那 所以這個突然變成今天最重要 臨時出來的事情 因為我原本是要開始 因為有些客戶的問題 我想要做一些比較 detail的回答 後來發現不行 昨天這個消息太重大了 直接就是 太重大 OK 所以要趕快臨時插播 好 那大概是什麼東西呢 印花碎腰斬 印花碎腰斬 對 墨爾本 維州 真的 哇 他們不得了 我今天早上看他們的那個新聞 好像 維州好像要 有1.4兆澳元的赤字 他們沒辦法 受不了啦 所以他一定要開放了 OK 那我們先一個一個來吧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 整個澳洲現在的房價 房屋買賣的這個境況 OK 來 你來說吧 這個 其實新州跟維州 目前那個 都已經 奧森的那個 輕盤率都已經佔上8成了 然後昆州也是佔上6成 那整個拍賣總量 是 這一週 應該說上一週 上一週是這樣看起來是1,050 這個是4月5號以來 第二個新高 第一個新高其實是上一週 上一週整個那個 派賣總量是1,100多套 然後這次是1,050套 所以就整個派賣總量以來 這個已經都是疫情以來的 第一跟第二高 在這個時候年底發生了 然後 雪梨上週這樣是515套 然後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話 是跟去年同期相比 其實900多套其實有差別 就是已經差了差不多 腰斬了 對對對 然後摩本上週是300多套 跟去年同期700多套相比 其實也是基本上都腰斬 也是腰斬 對啊 但是問題是現在整個的這個這個 買賣雙方的市場信心都非常的良好 其實這已經有點類似 就是當初2012、2013那個時候 整個澳洲的那個方式正在起飛的那種成交熱度 就澳洲那邊的同能量感受這個成交 現在只要遇到就週六套賣的時候 就是感覺買賣雙方都出籠了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昆斯蘭永遠的那個 Auction 的 Clearance Rate都比較低啊 因為你也問過很多次 因為他一直都是這樣 沒有為什麼 這好好怪喔 而且都比較低 大家都不喜歡 比較不喜歡Auction 或者是說 昆斯蘭那邊的Auction搞不好 不是他們的主流 一跟二是 首先是要講人口 人口是新州跟維州 雪莉莫本人比較多嘛 所以他們發展得早 所以就是就是既有的二手房 這種Auction 比較多 那那昆州是比較大 然後也比較廣 人也比較少 選擇比較多 新房比較多 對 就不用去Auction 是的 所以會造成這樣子的差別 是的 可是就整個澳洲主要的這個 這個房市的這個熱度啊 或者是指標 你怎麼看 新州跟維州跟昆州 這三個地方 最主要是看這三個地方 就可以就夠了 了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數字 來跟大家報一下吧 好 跟去年相比 這個雪莉目前漲4.1% 莫本是-0.3% 布里斯本是漲4.1% 所以雪莉跟布里斯本 其實都是漲4%多了 然後如果你跟上個月相比 上個月雪莉漲0.4% 然後莫本漲0.7% 布里斯本漲0.8% 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出來 其實這三個主要城市 上個月都是漲的 那這個也是 已經是連續第五週 所有的城市都 房價都是全面上升的 對 所以 如果在注意我們節目的觀眾的話 你就會注意到 其實整個全澳的平均 其實是九月份開始止跌 你說止跌其實就是那個時候開始 由負轉成正 那 10月份是雪莉開始止跌 然後11月份是莫本開始止跌 所以在整個目前這個 疫情回穩的情況之下 然後 月經是連續第五週 全面的澳洲城市都是上升的 所以這個 往上升的這個態勢 一直到Christmas之前 我認為這個態勢是沒有變的 那 有客戶是問他說 那現在澳洲那個失業率也是 就是居高不下 那你那個貸款假期結束 那個明年三月份結束 其實到時候見正常 這個都沒錯 可是你跟目前的這種 低利環境啊 還有跟現在整個政府對於 首購補助的這些政策而言啊 其實相較之下 其實現在整個 整個 市場信心是 對失業率跟這種 貸款價值 這個基本上 都已經不太構成威脅 整個澳洲現在的 那個買賣雙方的 這個信心指數 整個都 量跟價值都已經上來 沒錯啦 因為我覺得就是 因為疫情控制住了嘛 然後疫苗又出來了嘛 所以我看到這個 銀行股啊 還有那航空股啊 旅遊股啊 澳洲的啦 全部都是一直飆漲上去 然後就往那個正常的那一些軍線 往上爬 而且even現在還沒有真正式的進去 對啊 都已經在飆了 對其實都還沒有 因為他們境內已經開始可以活動了 對對對 對對對 好像昆斯蘭是 12月1號就是 欸是這個週末嗎 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是 各路西區 開Victoria 還有維州 開始都 對對對 所以他們整個 他們知道其實 國際的這種旅遊這個航班 都還沒有正式的開放 可是他們已經先 內部啦 內部就要趕快先那個 北方人想去南方玩 南方人想去北方玩 然後 你講到這個旅遊 就是維州他們上 就是昨天的預算案 他們也有那個旅遊的那種消費券 就是因為類似說他 100塊是不是 150啊 我忘記是多少 因為我怕跟新州混在一起 因為新州也有 新州也有 對 然後但是維州的那個消費券 是比較類似說 旅遊的 住宿的 因為他知道 他比較 刺激 旅遊業 Hospitality 吸引外桌的人先趕快來 來我這邊墨門玩 所以你可以來我這邊住宿 就有這種消費券的這種 這種減免 對 利用這一招 對 我覺得接下來應該就看 Travel Bubble什麼時候開的啦 哇 這個是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一開很多事情就解決了 真的 好 接下來有些比較複雜的東西 可能要你解釋 好 這是什麼東西 Building Approval 這個就是 上一集你突然又是說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 批紋 批紋的那個一直在下降 那 這個是他現在最新的那個上升的情況 那 你就邊拉 我就邊說啦 好 那其實整個大方向是2017年開始 整個海外人士的貸款緊縮之後 那這個批紋其實都已經逐年的減少 我們可以看到去上面是Unit 下面是 這個是Unit嘛 然後下面就是那個新建房跟改建的嘛 那我們如果看那個弧度你去點的話 你會注意到那個大概都是差不多是在 9月份左右 那時候是最低點 然後現在整個突然反彈上來 因為他們已經覺得就是建案量就是不夠了 Even現在這整個人口的減少 可是實際上 Even在這個人口減少的情況之下 實際上他們知道這樣的批紋 是供給是不夠的 所以他們現在就整個都往上升 這個批紋已經如果那個線過去拉過去的話 你就會對到 它其實跟那個2月份的水平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等於就是把這個這個整個批紋量 回復到以前疫情發生之前的正常水平了 那突然的這樣上升 其實我覺得跟7月份啊 9月份 10月份 政府陸陸續續出來的這些政策有關啊 尤其是那個降息 降息這個事情跟政府有說 至少三年的這種低率的保證 這個是給買方跟開發商很大的相對的信息 因為你現在這個房貸利息便宜 那開發商也覺得你已經至少跟我guarantee 你這個至少三年維持低利環境不變 那他當然更放心的敢去拿地敢去開發 所以這造成整個平原量上升最主要原因 而且現在政府很多的補助都是在首購 都是在新房嘛 所以就整個開發商信心 基本上看出來都是都已經更有信心了 那我們也是客戶在說 那人口明明人口就是過不去啊 你台灣人士然後你現在這個移民人數也都驟減啊 那房價應該是要跌啊 那這個其實我們用我們台灣來比喻也是可以啊 因為我們台灣我們已經知道 其實我們已經是人口已經是負成長了 那說房價會跌也講很久了 講好幾年了 那可是最近大家應該是發現 奇怪啊房價怎麼 台灣的房價怎麼還是漲 所以其實這個人口的成長多跟寡 對房價是這個是基本面 是有一定的原因 可是他並不是全部啦 其實像台灣現在的情況是熱錢多 然後這個利率也低 然後放貸也比較鬆 所以你才會看到現在整個台灣的房價還是在上升 那跟澳洲比較起來其實澳洲的情況也很類似喔 但環境是相同的也是熱錢也是跑到澳洲去 然後整個利率也是低 然後現在那個澳洲銀行的那個貸款的這個緊固之後 一拿掉之後這個銀行更敢放貸 所以這個環境這個這個條件是相同的 如果真的要說房價的原因最主要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跟政府的政策比較有關係啊 政策你對於房市利多或者是你想打房這個政策 還有這個你的這個稅務有關於就是 就是比如說像什麼櫻花稅啊 或者是你的房地房地產交易稅 或者是每年度的這個房產稅 稅務方面啊 然後還有這個這個利率 銀行金融方面的利率 這三個東西實際上才是影響一個房價上升或下降最主要的因素 那換句話說其實 其實有人在說這個跟都建商炒房 然後仲介在炒房實際上不是啊 其實房價最大的作手其實是政府啊 這跟仲介其實跟開發商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個都是都只是跟著政府的政策在走而已 跟金融的環境在走而已啊 是是是講到這個部分就延續到下一個新聞啊 這個就是講到有關稅務的部分是嗎 對 所以你剛剛講的這個東西 這個是昨天就是最最重大的消息 因為我原本也是覺得維州不會出這麼大招 昨天才出來喔 對 然後就是像你所說的就是 因為預算的關係出現很大的赤字啊 那維州政府給的答案是說 因為現在利率低 所以可以讓他們有能力可以更可控制的去舉債來做這些事情 那你要說這個說法對或不對呢 其實就成了就是英雄 不成就變狗熊 就負債就舉債很多了嘛 可是至少就是就整個這個預算案來看的話 基本上大多數在各個領域方面 對於這次維州的預算案實際上是都非常的都拍 基本上是拍手架好了 所以這個是怎麼樣 他們是把它在剪真的腰斬就對了 原本是海外人士嗎還是當地人 這個也是一樣 這從昨天到今天早上為止也是一直在問啊 當然這個預算案提了很多啦 那有提到有關於保障就業啊 還有企業減稅啊 還有擴大基礎建設 擴大基礎建設這個已經是原本 我覺得就很很很正常 原本應該要做的東西啊 這些基礎建設可能包含這個機場捷運啊 環狀捷運線 還有那個那個吉隆的那個高鐵 這些還有那個整個什麼 甚至醫療機醫療建設的升級 這種擴大基礎建設本來就是會刺激這個這個刺激這個就業 刺激整個經濟 那我只是沒有想到就是這一次他會放這麼大招啦 因為 新州已經是說要把這個印花稅變成 不管你要說他是變成那個房產稅也好啊 那他是一個稅制的一個改革 可是沒有想到這一次這個維州的直接就是 就是我只能四個字形容 就是簡單粗暴 那他直接就是印花稅就是在新建房跟預售 有預售屋然後100萬以內的就是50%off 那他就簡單明瞭就這麼寫 他還沒有說這個是其實PR就不用講 當地人士就不用講這一定有啊 可是他並沒有講得很細說TI有沒有 或者是Overseas有沒有 他都沒有提 所以我們也是在跟那個會計師跟律師在求證 在確認這個部分 對對對 因為我們很多海外人士買家 就是香港台灣的這些買家 他們一定也都是有在問說 那到底是我們海外人士是不是也是腰斬 所以這個我們還在確認 那新建房的部 就是現有房屋已經蓋好的 或甚至包含二手房 現有的房屋是那個25%的折扣 對 OK那這邊還有一個 你給我這個是什麼 這是稅務局的東西 這是什麼 因為這個是其實原本我一直要跟就是 想要藉由節目就是開始陸陸續回答一些客戶的問題 那今天就是先抓一個 因為我原本列很多 然後想說先提那個印花稅 因為那個印花稅那個是今天最重的 而且他是從今天開始 從今天簽約開始算 一直到明年的6月30號這段期間 可是其實他又引發了我另外一個問題 那今天之前買的人呢 因為你學法力的你一定會 還沒settle吧應該 所以他就是他只有簡單 還沒交屋之前應該還是可以算 但是他得明確的得說出來 我覺得這很簡單 那你如果沒有交屋的話 他如果是要求合約日期的話 合約從簽就好啦 不難 還沒交屋啊 還沒交屋啊 你要這麼講是可以 可是他就一個法的一個 或者一個稅務的制度的訂定 我認為他應該就是 你說現在開始 那現在之前的要怎麼處置 你也是得講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不是 你當然已經交屋了就沒辦法了 應該還是看交屋日期啦 但是他還是得說 但是他還是得說 可是他都沒有說嘛 所以變成我們很多 會計師跟律師就要開始 我媽一直要跟他 對要去confirm他到底是怎樣 因為這個法的東西 這跟我們房地產同業者 這我們沒辦法掌控啊 但是我們得確認 就是你只是這麼說呢 那Detail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還是得確認啊 所以 當然印花稅對於刺激 這種減半對於刺激 整個房地產交易量 當然是好事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沒有 就是說明的很好的話 這樣反而也會造成我們的困擾 因為像我的話 我就會擔心 那我們今天之前 成交的這些客戶 那對他而言 他會不會覺得不公平 因為你的法律是跟我說 從今天開始到明年6月30日之間 印花稅 如果真的 海外人是真的有減半的話 那對於昨天之前買的 那是不是不公平 所以你還應該還是要 要就是講清楚 講清楚啦 那這個CGT是什麼 像這個 這個是那個 增值稅 就是有客戶 就是 像這條 你就要慢慢拉 我就慢慢說 這客戶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他有PR的身份 可是問題是 他就比如說今年 他就今年想要賣 然後他是2016年買的 然後他之前 他是用自住房的這個名義去買的 那如果照之前的稅務制度的話 他自住房他賣的話 他是可以免陣子稅的 可是偏偏就是因為 他今年以來 其實講是這麼講的 其實他可能 前年或者是之前 他就已經很少待在澳洲了 他並沒有刻意讓自己變成稅務居民 那所以他 但是如果照以前稅務的理解的話 他自住房賣 他一樣就是可以免陣子稅 那 可是偏偏新的法律是 就是 7月 從今年的7月1號之後 你只要不是稅務居民 Even你是PR 你賣的話 你沒有想有這個陣子稅的減免 你還是得照海外人士 哇那差很多了 從免稅到 32.5%的開始起增 那個就差很多 嗯 那我記得 那個之前我們的節目 我們有開始提到 就是 開始已經有這樣的起碼 可是 真的要賣的時候 其實很多客戶 他都還是不會去注意到的 是是 所以 這個就是 就是 另外一個稅 就是 就是列出來 所得稅了 變成所得稅了 對 就是變成所得稅 資本利得稅 對啦 CGT 對 其實他就是 這個capital gain tax 這個就是跟這所得稅 基本上是連在一起 只是說 本地跟 就是本地跟 就是海外人士的稅務 是有差別的 我們下一個 就是 給大家瞄一下好了 你往下拉 這個是 這個就是 本地的啦 本地的稅務 他一年度就是零到 一萬八 是免稅的 然後一萬八到三萬 四萬五 之間是 19% 所以他是 依照這樣子的 的幾句 去去算的 所得稅 或者是capital gain 都一樣 那海外人士的話 就落差就很大 往下拉 會有海外人士 嗯 Foreign的喔 這個喔 對 像這個的話 海外人士直接就是 0到12萬 之間是32.5% 開始起跳 所以落差很大 那 如果你說跟之前 這個 這個 增值稅 你是自住房增值稅 免稅的話 那當然落差更大 所以 所以 如果就這個客戶 的解脫方法 會計師是說啊 如果照現在 政府的規定 你7月1號之後 你不是稅務居民 你基本上 這個增值稅無法 享受兼免的話 應該就是要想辦法回去 乖乖的 住在那邊要 實際的 居住 居住 就是 這個 這個情況發生 你要變成稅務居民 他逼你回去住 對 他逼你回去住 而且你甚至還不可以 刻意的 你還得 因為政府也會怕你是 你是故意回來的 那你也是得正常的回來 就是 就是要證明你在那邊住 對 你要有實際的居住 證明 你不能只說 因為稅務問題 然後你刻意回來住個 184天 然後你就走了 那政府也是 會不認定 所以 所以 當然 你 就是要 要看你是不是實際居住 就是會跟你有沒有 什麼稅單在那邊啊 你的 這些 這些繳費通知啊 還是你那些什麼 居住證明啊 有沒有網路啊 有沒有手機 有沒有電路啊 對對對 然後 車子停車費啊 什麼一下 對 如果你是沒有 你是為了稅務關係 可以回去 那政府其實查也是查得到 所以 就是沒辦法 法就是定在那邊啊 那 那像這個的話 那就不要賣就好了 如果想賣就要回去 對啦 想要賣就要回去 裝一下 就要回去裝一下 然後裝很逼真一點 這樣這樣才可以 因為他2011到現在 也是 肯定是漲啊 漲都漲少而已啊 這我是不知道啊 但是為了 可以免稅這個東西 那當然就是要 要 沒辦法 現在因為疫情關係啊 好 你今天要介紹的 可想要知 就是維多利亞那邊啊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個 Malvin Malvin 然後他的 由邊是3144 那你跟大家 這個圖看起來不錯 還蠻悠閒的感覺 他在他在哪的地方 Malvin 其實他是 其實我們之前在介紹那個 Torad的那個地方的時候 那就有網友就說 那Malvin這個地方 我說Malvin這個地方也不便宜啊 那其實Malvin這個地方很大 他還有Malvin East 那你把Malvin跟Malvin East這樣子 去連起來的話 他其實 呃 就是整個環繞的區很大的 從這個Torad 然後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Calfield 然後甚至到 東邊到那個什麼 那個Chaston Shopping Center 他也是很接近的 然後 他就是卡在Hothorn Torad Chaston中間 其實都是好區啦 這些都是好區 那你剛剛看到那個 好區的中間 對 所以還是好區 其實他也是好區 其實他本身也是好區的 他本身交通也很方便 他本身就有兩個這個火車電路線 然後還有四個電車線 所以就交通方面而言 他也是很方便的 他是早期最方便的地方 對 因為他有電車那些 對對對對對 我們往下可以看到他 我印象中 對他房東價也是200多萬 這個也是不便宜的 所以那時候 客人在問我說 這邊其實 對他項目也很少 這個區是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對對對 然後 有點舊了啦 他還有新項目嗎 很少很少 其實那邊也很少有新項目 那你今天要介紹的是 這個是哪一個地方 這是 我們那個video是 就是我們可以 大家看一下 就是那個地方的一些 周遭環境 這是那個地方 對對對 這不能買的啊 不是不是 只是給大家看這個影像而已 那他那邊最主要有一個 那個什麼中央公園 那個中央公園 是接近百年歷史的 然後 還有那個 那個 卡丁尼克克 那個也是騎自行車 就是你看到 零三間 就是西邊 這樣子 這種騎腳踏車 然後他 那邊的綠化 就是非常的 綠化程度非常的 好 而且他那邊的學校 他很靠近那個 Monash 對對對 Monash那個 然後他本身 Cowfield Grandma 那個學校 也是出很多 政治家的一個學校 那跟我們 那個學校出總理 那個 那個很接近 然後 因為他範圍很大 所以他很多的這個 購物中心跟車站 然後他也很靠近那個 Chaston Shopping Center 就是 號稱籃板球最大的購物中心 其實這樣 現在還是嗎 至少 從維基百科這樣子 他跟 黃金海那個 Pacific Fair比 好像還是這個 Chaston Shopping Chaston Shopping 對對對 反正都超大的 其實都很大 其實都很大 超級大 那澳洲其實 我發現澳洲 他就是購物中心很大 然後那個公園很多很大 然後還有那個球場也很大 都比台灣的還大 比台灣的還大 土地多 土地多 所以我覺得 很羨慕澳洲的生活 就是都 可以想要有比較大的 綠地支援 然後東西都 對啊 逛不完這樣子 然後 對啊 所以今天的介紹 基本大概是這樣 好 我們感謝Jerry 今天很精闢的 把這個 稅務的部分 還有這個 恩維多利亞 馬上要剪掉這個 他們直接 我們還 我們還沒看到房價的腰斬 他們先把稅務先腰斬 我覺得這也不錯 但到底是不是 海外投資人士 可以 搞定這個部分 我們再 大概下禮拜就會知道 就更清楚的行為 對 而且其實正常一點 其實 房地產從業人員 我們是不可以對於金融或稅務 去做解釋 即使我們有解釋 實際上 如果真的照澳洲的法令規定去講 其實那是不成立 因為我們沒有這方面的 費金 對 而且你只要涉及到金融或者是稅務 那麼會跟這個客戶個人的情況 會有不同的最好的應變方式 所以不是說法定在那邊 然後就所有人都套用 總是 其實只要是 可能情況會不一樣 對啊 因為你學法律就知道 就是總是有辦法 可以去找到最適合的法條去切入點 去做 所以 就是對於一些比較詳細的情況 就是要詢問你的這個貸款經理 或者是你的會計師 找專業人士 對 找專業人士可以知道你就是最主要的 怎麼解套方案 那我們只是 就我們所發生的一些案例 我們會之後 我們會慢慢的跟 在節目上 給大家分享 這個客戶大家要發生什麼 你自己可以當作一個參考依據 這樣子嗎 好 我們感謝Jerry 這禮拜給我們的這些信息 那當然歡迎大家 如果有任何其他問題 在我們的留言區繼續做討論 那我們這週的這個 澳洲房地產就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觀賞 拜拜